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各种造谣与传闻,林心如工作室多次辟谣澄清,但依然无法阻止外界的猜测,似乎从很多细节都在告诉我们,两人感情并没有甜蜜与幸福,这点从霍建华的变化就能看出,一个人信不信服一眼就能看出,似乎他被摧残得不像样。 而当问到怎么看待婚姻,霍建华的眼神很平静也很冷漠,他说,2015年底,我本来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的,但那时候我一直有个想法,我这么拼命地赚钱,那我死了以后,这些钱给谁? 当然,我可以捐出去,但当时我没想明白,由此可见,霍建华与林心如结婚,并不是情到深处顺理成章,而是单纯地为了传宗接代,找个能继承自己财产的人。 后来鲁玉又问霍建华,你相信天长地久吗?霍建华若有所思地说,只有血缘关系对我来说是永恒的,一辈子都谋灭不了,其他的真不一定。 霍建华的这一番话,确实都是大实话,能在婚后不强嗷爱妻人设的男星,可能也只有他了。 只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霍建华在与林心如结婚之前,算是响当当的一线明星,但结婚后资源直线下滑,甚至到了无戏可拍的地步。 据说,是林心如插手霍建华的演艺工作,惹恼了霍建华的经纪人,地方一气之下就跟霍建华解约了。 再加上小海豚需要父母陪伴,林心如依然热爱抛头露面,霍建华只好暂时放下事业,成为了一名全职奶爸。 这种事业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想必也让霍建华的心态很难调整吧。 他曾当众吐槽说,一结婚,粉丝都跑光了,都取关我了,这是多么实际的东西啊。 虽然不知道霍建华和林心如婚姻生活是否真正和谐, 但从霍建华婚后的状态来看,脸上确实难以找到幸福二字。 婚后,林心如越活越少女,而霍建华却自暴自弃,变成了油腻大叔。 明明47岁的林心如比43岁的霍建华还小四岁, 但看起来,霍建华的年纪却好像比她大了一轮。 面对娇妻,霍建华一点都不怜香惜玉,还曾当街与林心如吵架, 林心如一个人默默捶泪,而霍建华却直接开车走了, 把她一个人留在原地,可能正是因为这次吵架风波, 让网友意识到两人感情并没有那么深厚, 所以时不时地就会有婚变消息冒出来。 还记得在汪小飞和大S离婚风波中上蹿下跳的狗仔葛思琪吗? 她就曾经在节目中公开说过, 林心如霍建华已经离婚了嘛,众人纷纷斥责她不要乱讲话。 一旁的吴宗宪更是脸色大变,但葛思琪完全没怂, 只是表情尴尬地说,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吗? 除了葛思琪,还有一位网络大V也爆料过霍建华和林心如的私生活, 不过并不是两人离婚,而是他们根本就没领证, 并且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我有说错,欢迎起诉我, 转载者不用怕,由我来负全责。 而近日,网上再度爆出猛料, 爆林心如与霍建华已经协议离婚, 两人终究还是走上了这一步, 让大家相信了此前的各种爆料, 果然无风不起浪。 在看完爆料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婚变这是实锤了。 从爆料内容来看, 林心如霍建华离婚手续已经办理妥当, 两人处于离婚状态, 而其两人离婚协议中, 还有一条成为所有人讨论焦点, 据悉林心如向霍建华索要几十亿的抚养费, 想让男方晋身出户。 对于这个要求, 爆料中提到霍建华已经签了离婚协议, 也就是说认同了晋身出户的要求。 林心如的诉求是给孩子的抚养费, 看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觉得剧情很相似呢? 好像有过同样的例子, 是不是脑海中浮现出大S的身影, 与汪小飞离婚, 让前夫成为大冤种, 以孩子为由, 常年支付高额抚养费, 可钱却没有用到孩子身上, 各种给自己与新老公买东西。 汪小飞付的钱, 养着大S一大家子, 一度成为笑话。 现在林心如离婚, 也提出了几十亿的抚养费, 让霍建华净身出户。 跟大S是不是有些像呢? 要知道, 在他们两人结婚后, 林心如在外打拼事业, 反倒是霍建华回归家庭, 消失在娱乐圈, 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女儿小海豚身上, 陪伴他长大。 也就是说这些年霍建华并没有什么工作, 自然赚不到什么钱, 让他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抚养费, 无疑是将他自己婚前财产掏空, 全部成为林心如的财产。 这样的女人, 简直比大S还可怕。 看看霍建华婚后这些年的变化就知道, 她很可能过得不好, 才会像大便活人, 换了一个人一样。 在整整事业的这些年中, 整个人疑似看起来精神异常, 不仅在大街上就跟林心如吵架, 还在街头抠鼻孔, 做怪异傻笑的动作, 看起来十分怪异, 不是很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事业低迷, 与婚后生活双重地崩溃, 让霍建华承受不住, 才有如此怪异的举止。 不过作为一个曾是顶流的男性, 是有自己偶像包袱的, 在公开场合更会注意行为举止, 也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动作, 很容易让自己成为舆论焦点, 对口碑形象非常不利。 而且婚后的霍建华颜值变化很大, 面部表情僵硬憔悴, 眉毛稀疏老太尽显, 完全看不出还是那个 备受女粉追捧的男神, 如同换了一个头, 不知道是不是婚姻对她的摧残, 才成为了这个模样。 不过,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实锤的证据来证明, 林心如与霍建华离婚了, 只不过还停留在网络爆料阶段, 到底两人的婚姻是否幸福, 估计只有当事人知道。 不过, 戏霸霍建华与林心如的过往, 仍有一丝蛛丝马迹, 显示他们并没有表面的恩爱。 两人都出生于中国台湾, 且早年父母都离异, 小小年纪就进入娱乐圈打拼, 性格都相当独立。 2005年, 在拍摄爱情剧《地下铁石》, 两人相识, 后来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异性知己。 2011年, 林心如转型做制作人, 拍摄了古装剧《亲世黄飞》, 她三顾茅庐请来霍建华饰演剧中的男二号, 该剧当时创下了3.47的收视记录, 十分火爆。 正是因为这部剧, 两人的感情升级, 但霍建华天生性格孤僻冷淡, 圈中朋友甚少, 因此不愿破坏与于林心如的友情, 并没有进一步发展。 即使在2015年底, 接受鲁玉的采访时, 霍建华依旧坚称, 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 如果申雇, 就将自己的财产捐出去。 因为有严重的精神洁癖, 霍建华对感情并不信任, 曾被问道, 你相信天长地久吗? 他平淡地回答说, 只有血缘关系对我来说是永恒的, 一辈子都磨灭不了, 其他的真不一定。 而早期, 同样的问题问到林心如, 他也曾给出相似的答案, 我觉得爱情其实还是很美好的, 但是就是很难真正可以天长地久吧。 所以, 他们无论是在原生家庭, 感情观念, 还是脾气秉性都非常相近。 试问, 这样的两人走到一起, 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在一众粉丝的反对声中, 霍建华还是高调牵起了林心如的手, 并于2016年7月两人结婚, 之后生下女儿小海豚。 然而婚后, 霍建华的事业却一落千丈, 整个人变得油腻邋遢, 甚至一度到了无戏可拍的地步。 要知道, 当年霍建华可是内地的古装男神, 语言亦宽, 乔振宇和钟翰良并称为天涯四美。 其拍摄的《仙剑奇侠传》、 《夏傲江湖》和《花千古》, 都是当年的爆款电视剧, 也让他跻身内地一线小声的地位。 据说与林心如结婚之后, 女方插手霍建华的事业, 惹怒了霍建华的经纪人, 并与他解约, 导致其资源直线下滑。 还有爆料说, 霍建华已经三年没有工作, 只能退居家庭成为全职奶爸。 而林心如的事业却蒸蒸日上, 一度呈现女强男弱的态势。 结婚七年, 两人频频被曝离婚, 感情不和, 还被媒体拍到街头吵架的视频。 此前, 霍建华与林心如一起逛街, 原本手挽着手如胶似漆, 不知为何两人突然起了争执。 霍建华大吼道, 干嘛啦? 随后, 他独自驾车离去, 全程没有理会林心如。 让他在雨天, 硬生生等了半个小时后自行离开。 这件事在网上发酵了很久, 林心如还删除了与霍建华的合照, 当时就有网友预料两人迟早会离婚。 如今看来, 两人被曝婚变, 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但事实的真相也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最清楚。 目前为止, 两人均未就此事发生, 最后还是希望他们对婚姻负责, 对孩子负责, 不要轻易做决定, 伤害了家庭。 不过, 近日也有消息传出, 霍建华将搭档刘亦飞出演玫瑰的故事, 同大为与高伟光也获将加盟。 如果霍建华的状态真的有问题, 想必他也不能再演戏, 但在当事人还没有回应的情况下, 大家理性吃瓜就好。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